好大家这个中午好 那么时间很快进入到9月份了 那今天是9月份的第一节课 也是我们的这个年课 就新意跨财年的这个年课 对吧 就是2023到2024 这个财年的这个年课的第一节课 那么 今年的年课呢 反正就是 从2023年的9月1号 就今天开始到2024年的8月31号 对吧 结束 那么在这个今天课程开始前 我有一个通知 有一个通知要跟大家说一下 那么 就是我们新意财年的年课呢 年课的群已经成立 建立好了 那么大部分的学员 就年课的学员 已经已经这个进入到新的这个年课群了 对吧 那么目前还有将近40个这个学员 没有进入到年课群 当然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对吧 也有可能你觉得这个进群不方便 或者等等 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 那么如果是因为没有人跟你联系 或者你不知道应该怎么进 那我就在这里说一下 就是你已经购买了年课的 麻烦你加一下 13661948045 这个手机微信号 我再念一下 13661948045 13661948045 这个手机的微信号 麻烦你加一下 加完这个 这个就是 就是手机的微信号以后呢 你要告知 就告知一下你买年课室的手机号码 你告知一下 你买年课室的手机号码 然后呢 等待后台审核完了以后 就会拿你录群 好吧 那么 然后说一下那个就是年课的年课群的我们的这个服务 对吧 就大家都知道服务 那服务呢 就是一般都会有早评物评跟收评 然后当中呢 10点半的时候呢 我会针对今天的盘面做一些具体的这个讲解 也就是说 比如说今天日内 哪些板块强 对吧 哪个方向好 或者行情是什么样的性质 对吧 那么是不是有风险 或者说是 也有可能有些机会 对吧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一些试盘的提示 当然这个早评 五评 晚评 加上这个语音 语音的提示 10点半的语音提示 那就是 这个反正就是 福利吧 对吧 就是这个负赠的 但是呢 跟大家说一下 四个人可能都会有事情 所以你别指望说 某一天你听不到语音了 或者说你看不到早午评了 然后你就觉得你受损失了 对吧 因为万一比如说我出差啊 或者说我在外面有事情 那这个东西就没有办法保证啊 正常情况下 反正我只要在这个就是 嗯 排面当中啊 或者说我在公司公司里 那基本上都可以帮大家来做这些 就是早评啊 这种呃 语音的这种提示 好吧 那么大家都知道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收评啊 早评只是对收评的一个 这个 呃 就是 补充吧 对吧 有的时候因为晚上很多事情 或早上很多事情 这个突发的 对吧 那就是做一个补充 呃 还有呢 就是关于收评这个事情呢 就是要看我自己的时间 对吧 时间方便 我就早点出 这个时间可能 有有有出入 那就晚点出 还有呢 有的时候 呃 可能会等一些消息 会等一些事件的确认 也有可能 稍微晚一点出啊 就大概这个情况 那么 呃 再跟他说一下 因为今天是9月1号 本来呢 我要出一期视频的 就是我们年课的技术视频 对吧 就是年课的技术视频 但今天我就不出了啊 今天就不出了 今天我们就是以课为主 什么时候出呢 这个周末 我会这个抽时间 出第一期的视频啊 第一期的我们的技术视频 为什么呢 因为他到时候 今天 今天这节课跟那个 呃 这个技术视频课 搞乱了 就时间上 就是放在一天 有可能搞乱了 那就首先 反正也不差 在这个一两天 对吧 那么就 就是 我到周末吧 可能周日的时候啊 就是明天也不一定出 那 这个要到周日的时候 可能我会出 那么这个视频呢 反正 就是学习视频 那学习视频呢 它是不分时间的 就是它没有 很强的 那个叫做 时间效应 对吧 就不是说 哎呀 我讲明天的这个行情怎么样 它不是这样的 更多的 其实就是实战的视频 这种 这种就是技术的实战视频 你只要学会了 你就是自己去用 都用得到 那么各个时间段 对吧 或者说各种行情当中 你就是要参考视频当中 跟你讲的内容 你怎么去合理运用 然后呢 说一下 不是那么容易的 就是你别指望说 哎呀 我看一遍 然后呢 我打遍天下无敌 没有这种事情的 不用去想了 这个事情 好好学 针对学 就针对了学 因为我跟大家讲过 因为比如说我们的学员里面 也有人之前跟我学短线的 都就是要需要很长的时间磨练 他才能够找到这种感觉 找到感觉 所以 或者说他才有这种 能够让自己 就是 做短线的时候 相对比较从容 或者说他能找到 更有利自己的这种短线的模式 那你们学技术也是一样的 对吧 因为我的技术分成 月线 周线 日线 分时 就是 包括 大家很想学的T加零 对吧 到底怎么做 那么这里面都是有点讲究的 所以而且呢 你学一遍 肯定学不会 肯定学不会 因为他要叠加很多盘面因素的 他不是说 你看 为什么同样的股票 对吧 我以前跟大家讲过 任何的技术 你只要叠加主线 怎么用 都能赚钱 如果你不在主线之内 那么就是你的成功概率 一般对一般 所以你们学的时候 你也不要以为 哎呀 这个信号出来了 我就能做T加零 因为你要去看一下 你自己的股票 什么情况 对吧 你的股票一天的波动 就有一两千万的成交量 一天的波动很小的 这种根本就不能做 有条件都不能做 你不是主线的 也尽量少做 对吧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要有 要有 就是很强的这个叫做基础条件 然后你再结合你的股票 或者你看上的股票 再去做这种差价也好 或者说做买路也好 做抛出也好 这样的话 才会有很好的成功率 对吧 所以千万不要想着说 哎呀 我就一招线 比如说就像人家用指标 哎呦 这个指标定差了 我只要买路就能赚钱 这实际上是没有这种事情的 只有你以后自己学了 你用了 你就知道我在什么场合 我应该怎么用 哪种情况下 我应该是这个要先抛股票 对吧 哪种情况是风险比较大 哪种情况是机会比较大 所以他有很大的讲究的 好吧 那么第一期的视频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那么不出什么 就是正常来讲吧 对吧 应该就是9月3号 你们能看到第一期的视频 好吧 就技术视频 今天反正我们就是 还是以年课的方式 跟月课的方式 同步的做更新 那么回到市场 回到今天的这个 就是课程当中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情况 就是 护身主板今天表现的比较好 然后创业版跟客战版 是调整的 对吧 那么上征也好 深层值也好 这个今天收 9月开门后的概率 是比较大的 那么今天实际上最大的隐患 今天是这个 北向资金今天是 就是停止交易 对吧 就是因为 港交所那边 这个因为台风的关系 对吧 衍生品 这些 护港通的通道都关闭 那么今天实际上 就是内置在里面做 那么今天很明显了 有一点大家看到的情况 就是早上成交量 是微缩的 对吧 目前来讲 一个早上过去了 只有4800亿的成交量 那这个量就肯定很小呀 对吧 4800亿的成交量 正常来讲 就是到了今天下午 最多也就是8000亿了 对吧 最多也就8000多亿 8000多亿 这个成交量肯定不行 对吧 如果你在整个整体成交量 如果昨天只有8200亿 昨天8200亿尾盘还有那个MSCI的这个调仓 对吧 那么整个来讲 如果整体市场的成交量低于8500亿 就两次的成交量低于8500亿 那么就变成什么 又是那种叫电风算快速轮动的行情 板块轮动会比较快 然后各股杀伤力会比较大 对吧 就是没有持续性 说白了就是个股 这个板块这些东西 就是个股 然后板块 都是没有什么好的持续性 对吧 就拉上去就有回跑 因为这是成交量决定 那么 今天大家看到的情况 就是上证这块 对吧 大家看到的情况 分时的话 就是大盘的白线在上 黄线在下 我们这里面就是黑色的线跟蓝色的线 因为这是用这个黑白做这个底秤的 对吧 那 如果说是大盘的分时 白线在上 黄线在下 那就大家知道 今天是28行情 说的28行情就是权重拉指数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看到保险 银行 包括券上一度都是涨的 然后地产 对吧 然后消费 这些东西 那么大家都知道 包括油社里面的煤炭 这个就是煤炭 这个稀有金属 这些小金属 那么这类的都是上涨的话 那么他们对指数会有个正向的贡献 但有个前提 就是这种股票涨 这类板块涨 它需要有个最大的前提 保证就是成交量 如果成交量本身不够 那么这类的板块 它是没有什么持续性的 就是你涨到一定的位置 它就涨不上去了 就像大盘一样了 到了这个地方 如果后面没有更多的钱了 推了 对吧 因为大家知道 股票也好 板块也好 指数也好 它的上涨都是需要资金来推动的 所以一个五万亿的市场 比如说今天是一万亿的市场 那当然它就走的会好一点 如果今天只有七八千亿的市场 那它肯定是冲高回落 对吧 所以这些东西 其实你就一定要知道 那么当你看到成交量不够 其实第一小时的时候 成交量就不够了 对吧 你就知道注定第二小时是有回落的 所以那我在做 今天做语音的时候 就跟大家说了 对吧 今天是二帮行情 它对成交量的要求非常高 你第二小时的成交量就是一定要顶上来 对吧 那么很明显第二小时没什么成交量 那么这里面呢 有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可能这两天 就昨天跟今天 因为很多头部量化的老板会到 那个好像是到这个清早去这个开会了 对吧 那后面我觉得可能因为现在市场的怨气很大 主要的怨气就来自于对这个量化基金的这个产品的这种怨气 对吧 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现在很有意思 就是量就是当一个一个 当一种方式 对吧 当一种方式被整个市场所并就是就是唾弃 或者说被整个市场嫌弃的时候 那这个方式肯定是有问题的 我就在这里简单讲两个 第一个就是量化它 融了大量的券 因为量化有的产品是这个规模很大的 对吧 比如说它在券商那边做量化 那它可能的这个一个产品就两三百亿三四百亿 对吧 这种规模很正常 那对某一个券商营业部来讲 它是不是大客户 那这个毫无疑问了 这个量化就大客户对吧 那么这个量化的产品 它就可以借掉券商大部分的券 或者甚至全部的券都被包掉 因为我以前认识一个人 对吧 它是从美国回来的 就是美籍华人嘛 然后它借了我朋友的一个账户 然后去做这个 这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 2018年的事情 然后它借了我朋友的账户去做什么呢 它是一分钱都没有的 就它也不买股票 没有没有钱 它就纯粹做空 就做空 它的策略 所有的量化策略都是做空 因为我看过它的东西 是什么意思呢 它就是付了一笔保证金给我朋友 打到我朋友的账户 因为我朋友的账户是一个融资融券账户 就打到这个账户上 然后它就揭露券商的这个程序化 就揭露券商程序化 它只做一件事情 它就问券商借券 因为它的资金量挺大的 对吧 因为这个我朋友本身资金量有很大 它就是属于超级大户那种 对吧 上亿的资金 怕在上上的 那么 然后它就跟我朋友说 你把你的资金挪掉就不要了 对吧 你的资金反正就不用管 或者说你这个再去开个户 你自己住 然后这个账户借给我 然后我付你20%的保证金 就是我用多少 我付你20%的保证金 对吧 那么 以防止亏损 因为你万一亏损了 这里面有钱 对吧 人家不会赖你账 就是亏了 我了 对吧 那赚了 我给你一点 实际上就是大家谈好一个年费 那么这个账户就给美纪华伦用了 对吧 他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问券商借券 他就 因为每天 券商那边都有不同的券 各种各样的券 然后他借来 第一件事情就是做空 什么意思呢 他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券 他就都借来 他认为这个股票 要跌了 他就把这个券借来 然后直接就抛掉 做空 那么比如说他抛的时候是10块钱 对吧 抛掉了 那等他抛完以后呢 那股票可能变9块钱了 他到9块钱再买回来 买回来 把这个券还给全商 对吧 那当中不是有一块钱的差价吗 这一块钱的差价就是他的利润 他这种就是纯粹做空 他从来不做多 只做空 对吧 那么 当时的时候呢 因为这种情况还比较少 对吧 比如2018年 这种情况还比较少 所以呢 嗯 就是 他的券借的也不多 对吧 那现在你看这种 这种量化 规模非常的大 那基本上 大型的量化 已经把券商手里的券 全部借空了 全部借掉了 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 但凡只要有 龙券的 我昨天也举了个例子 但凡有龙券的这种高标股 油脂都不敢碰 为什么不敢碰呢 因为你 你不是拉上去了吗 人家直接借券 从掌丁板上给你砸下来 你想想看 他是抛的价格是掌丁板 一旦砸下来 那里面的资金就封 这个 这个 就是 凤凰的逃串嘛 对吧 凤凰的逃串以后 他在低位接回来 然后当天就可以回 还给全商 比如当天的波动就百分之十几 他就赚了百分之十几啊 对吧 然后他直接就还给全商 还给全商以后 去掉点这个 这个龙券的费用 对吧 当天他都可以赚个十几个点 然后受伤的呢 都是油脂 是吧 或者说受伤的都是一些 普通追涨的投资者 这是非常不公平啊 因为也就是什么呢 油脂手里也容不到券 普通散户也容不到券 对吧 只有他们能够容券 走空 他都不需要动用什么 我自己要有底仓 他连底仓都不需要了 直接借券就砸 因为如果你的标的是 龙券的标的 对吧 就你拉伸的是龙券的标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 好 给大家看一下啊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股票 对吧 叫 这个溶结技术 今天还是涨的 这个票就不是龙券的标的 不能龙券 对吧 所以好一点 就是人家可能油脂赶上 不然的话 很多龙券的标的 你封一只板 对吧 第二天直接砸掉 一根大银线 那人家最高价砸下来了 砸下来 就集合金价就开始砸 砸完了以后 当天可能就 就是一万大面 十个点的大面 人家就直接 只要买得进 对吧 但因为你砸下来 你哪怕是跌停板 他也买得进 买完了以后 人家就直接 这个还掉了 所以这个是很恶劣的 这种情况啊 就是这种情况 非常恶劣 对吧 像这种都不是龙券的 都不是龙券 标的还是确实能够涨 那么这个反正我就是举例子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就说明什么 就是整个市场就是这个生态非常的差 对吧 就造成什么呢 就是因为不公平 在同样的交易环境当中 就是量化跟普通投资者 包括和油资 私募对吧 包括跟公募都是不公平的 现在等于说什么呢 就是公募 私募 油资 对吧 这个普通散户都成为了 这个量化的对手盘 他就是能收割你们 就收割你们 然后造成整个市场 是吧 因为可能之前还有IPO的这个情况啊 这个 大股东的减持啊 对吧 然后定征啊 这些反正 因为这种情况就造成整个的A股是什么环境呢 就是只有宽度没有高度 就是高度你是打不上去的 因为你打上去就有人做空 就有人砸 对吧 就是所谓的 有人就是量化开始无形的砸 而且他都是这个所有的量化的程序都设定好的 涨多少他就砸 对吧 甚至于有龙券的标的更厉害 那这种环境下 那你想人家的目的是在这里面倒腾差价 就一年他要倒腾 他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指数就两三百点的空间 他就在里面不断做差价 就指数没有高度 那他赚的钱拿掉了 那就意味着全市场全部亏钱 对吧 包括机构也是一样 因为你们知道啊 正常的机构盘 所谓的公募盘 他当天买进是不容易 不允许当天卖掉的 对吧 就正常来讲 他买进就买进了 对吧 然后过两天再卖掉 但有这个量化不是这样的 对吧 刚买入可能有两三个点 他就卖掉了 就对这个生态圈影响非常的差 这是一个 对吧 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造成这种强烈的波动 就是他点火拉上去了 到快厂厅了 你要油脂疯了 结果他啪砸掉 砸下来日内再来一次 他一天可以做两到三次这种情况 所以为什么现在不管是油质还是散户 还是这个和这个公募都对量化非常的恼火 对吧 不然的话呢 管理层也不会去召集这些头部的量化 现在虽然他们拿交个单出来说 那天28号那天他们没有做空 对吧 没有抛 没有去做空 但问题不是说他们在28号那天有没有做空 而是他们利用的这个规则 就是找他们找到了这种交易的规则漏洞 那这样的话呢 如果交易规则本身是有漏洞的 比如说格子龙对散户是 对油脂对散户都是有效的 但是对量化是无效的 因为人家是机器人 直接就啪一根直线就可以拉上去了 对吧 他可以挂单测单 这个很快 毫秒级的 那你想想如果是你啊 你现在我们不要说什么油脂了 就你现在拿了1000万 对吧 去买一只股票 一会挂单 一会测单 交易所电话 那个叫什么营业部电话早就打过来了 你干嘛 对吧 你可以试试看 你不要说拿1000万 你拿个500万 你买进又测单 对吧 又挂又测的 你搞了好几次一天 你看看这个营业部会不会跟你打电话 但是这个东西对量化就没有作用 那量化都是高频 毫秒级的想特就车 想买就买 想拉就拉 对吧 所以这是极度不公平的 所以这些其实就是人家赚了你 这个 这个这个 交易的这个就是控制嘛 对吧 就是规则的这个控制 对吧 所以这种需要类似这种票 都讲不清楚 对吧 三个涨停吧 你也有可能是量化砸的 这讲讲不清楚 所以 呃我这里讲的还是比较 比较就是台面上的东西啊 还有非台面上的东西啊 对吧 大家都知道 场外期权是可以说走这个拭目通道的 那如果说联合期权 有些资金如果说联合期权 对吧 就联合场外期权就说场外期权就说个股期权嘛 因为大家都知道场内的期权就是指数嘛 对吧 指数的期权嘛 那如果联合起来做这个 呃 场外的期权就个股的话 那这个威力更大了 对吧 所以这些东西呢 我就不展开讲了 反正大家知道就是就行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嗯 这两天可能会对 量化产品有所影响 那么量化产品 大家也知道我之前说过了 量化产品会占到整个市场的百分之 这个三四十的交易量来 对吧 那你一看嘛 如果停掉一部分 那就是一千多亿 人家没来交易嘛 那你就少了一千多亿的成交量 这个很正常 对吧 那市场肯定是不活跃的 那么 这个是一个原因 到时候我们来看看这个周末到底 有什么具体的这种就是措施出来 那我们回到市场 上证指数今天是个冲高回落 对吧 主要原因是这个呃就是成交量不够 那么本次差不多吧 我觉得就是在20均线这里 本次反弹的目的目标就第一目标应该在20均线这里 但是呢有个前提 就是未来两天一定要翻过 就是至少你要打过 3150点 如果你未来两天打不过就就比如说到下周你再冲一下冲不过去到周一冲不过去那你要做好这个准备他有可能要折返了 就到下周一来冲不过去就要折返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正常来讲 比如说这是一波正常的行情那你这里调了两天嘛就中高调两天那你应该反升在未来的两天要反包掉这根k线对吧 这就是要包掉这根k线这根k线的最高点就3153点也就是20均线所在的位置 你得反包在哪 如果反包不掉就两就是两根对两根嘛 就是两根下跌k线对两根上涨k线如果反包不掉 那这个地方就代表着预阻要回落了 所以你要做好这个准备 所以这也是我昨天晚上这个写收评的时候大家看到了对吧 就是你要做好这个准备就是他要二次回踩 所以我我现在不去猜说一定怎么样 虽然我的主观对吧 我的主观判断跟大家讲了 我觉得应该是要奔着二次军线去的这第一目标 但是因为市场现在成交量萎缩的太厉害 因为成交量不计是对指数最大的这个制约 这个是很重要的对吧 所以有人直接就这波看到3300了 就有人直接看到3300了 有人觉得这个地方要去破新低考验3000点 这两种这两种说法 我觉得都有他自己的道理 但对我们来讲 我们不是不去迷信的说 我一定要哪种走出来 这个我觉得没必要 对吧 首先有一点我的观点是说 市场底现在还没有探明 或者说没有确认 那么既然是没有探明 没有确认时间也不够 那你就要首先做好 就是反弹后再下的准备 而并不是说反弹一路长头无主 这根K线我上次说过了 对吧 上一节课我们说过了 这根8月28号的这个K线 没有那么容易收复的 这一半的位置你都收复不了 对吧 就现在来看都很弱 没有那么容易收复的 他跟去这个2001年的时候 当时就十几根K线就直接收复了 也是降硬花税 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 因为所处的位置不一样 当时的位置不是在这个位置 他是在这种位置 所以他容易收 那么因为他底下已经有人建了仓了 就拿了筹码了 所以他就容易抬上去 对吧 这个位置不是 这个位置就是底部 所以很难就直接收回去 对吧 你直接收回去 你成交量你都回来 回到万一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说我跟大家讲 一定要看量看量 就是这个道理 对吧 那么我们做好这个准备 到下周一的时候 如果不能够把这根阴线的位置吃掉 那你要做好 后面继续调整的准备 好吧 这是指数 那上阵是这样吗 深层值也是一样了 对吧 都是奔着24次军业去的 这个创办指数也是这样 对吧 然后我们这重点就说一下这个 科创办指数 科创办指数的这个重点也是成交量 就是即使是调整 科创办指数的成交量不能去低于700个亿 对吧 所以今天早上只有400个亿 其实挺危险的 很有可能今天是要低于700个亿的 那么今天是一个调整量了 如果低于700个亿 那下一根 就是比如说到周一的时候 到周一的时候 反报 但是它的成交量一定要 就是成交量也得反报 就是量跟价都得反报 就重新站上去 对吧 那么目前来讲呢 就两个判断科创办两个 一个是科创办短期里面 这个缺口最好不要补 因为补了缺口 它就不强了 对吧 补了缺口 如果再缩量 那基本上就没戏了 就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科创办就得这个面临二次回产 因为科创办真正 比如说这个不是865点吗 我们怎么判断865点 就后面不再破了 或者说它就是底部了 那它至少要有一个动作 就是要突破977点 我这个也写过的 为什么 它这个破了 突破了977点 它实际上就是在技术上 也是一个破底板 对吧 那这个就是 这个低点就不容易被打破 就是基本上是成立了 就不会再破了 所以在这个位置上 我们只能看缺口 对吧 一般来讲的缺口三天步 不是最强的 对吧 是强的 那后面应该是连接的 就是继续向上 那么好的地方是什么呢 科创办是这一轮反弹的唯一 这个我们说最强指数 对吧 同时也是成交量 这个放的最好的 那么也就是我们只看科创办 如果科创办走不落 那整体市场就走落 就是科创办如果说走落了 连这个缺口都补掉了 你就知道了 大盘 就整个的大盘 都将进入到 巡市场底的阶段了 那个时候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前面我跟大家讲过的是什么 上仓位 对吧 就这个时候讲的是上仓位 然后昨天开始讲的是减仓 对吧 又回归到 其实那个周三我们讲课的时候就讲了 那你要开始做减仓了 就是把你上的仓位 获利的了结掉 然后什么 恢复到六成左右 或者六七成都可以 就六到七成之间 那恢复到这个仓位 以应对什么呢 以应对后面有可能要出现的市场底 这个是先知条件 这个先知条件 那么然后呢 科创办最近呢 实际上也有利好 什么利好呢 主要的利好就是来自于大家传的 对吧 本来是传这个周末嘛 对吧 可能要这个降门槛 那到底怎么降 不知道 对吧 有人说降到20万 同时呢 今天又在传北交所那边也要降门槛 那如果说北交所降门槛的话 那科创办是百分之百降的 对吧 好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昨天上交所破天荒的这个就是发声支持科创 科创办 对吧 然后呢 点名 点了三个方向 哪三个方向呢 这个官网上都有啊 大家自己可以去找 我只是说 跟大家说一下 破天荒了 点了三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叫半导体 对吧 第二个方向呢 叫创新药 就是那个医药这款 对吧 第三个方向叫新能源 他就点了这三个方向 认为这三个方向是未来科创办发展的重点 那么既然方向也点了 对吧 板块也说了 方向也点了 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科创办是最有可能 就是最早也是最有可能从底部反转的 那么现在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就是一个是看成交量 对吧 就是最重要的还不是说下跌的成交量 是上涨成交量 以后面上涨成交量 一定要反报 就是反报叫这个 嗯 这跟今天阴线的成交量 对吧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缺口不能补 这个缺口如果回不掉了 那么对这个 整个科创办的强势特征就消失了 就消失了 所以后面我们能这个去观察的 就是能去不断观察的 就是科创办的缺口跟成交量 这个是大家一定要记住的 强跟弱就是靠这个东西来观察 对吧 而不是说你去看 今天有多少只科创办的股票跌 这个很正常 因为它连续涨了三天了 对吧 连续涨了三天了 再加上今天市场的风格就是什么 二八风格呀 那当然是 对小票不利了 对吧 因为资金去拉权重了 而且资金又不够 那当然是小票就变成了血包呀 对吧 小票被抽血了呀 那么这个其他的权重这块 就是有资金去参与 好吧 那么让我们说一下这个板块 对吧 板块今天是 因为昨天大家看到了地产的利好嘛 就是包括包括首套房 二套房的这个就是贷款的这个比例的下调 对吧 再加上存量房的这个贷款利率的下调 那市场认为 其实对房地产板块来讲 我个人觉得 其实房地产板块来讲 没什么太大的 所以你不要说他有很大的利好 因为对了已经买了房的人 他反正就每个月多还贷款嘛 对吧 就是多还点少还点 那么没有买房的人呢 你首套房也好 这个二套房也好 下调 贷款比例的话 只是针对那些有钱的 对吧 你对没钱的人说 我没有钱 你你你零首付也没用呀 他连贷款都还不出来 对吧 所以你这些东西还是 其实我觉得对房地产本身来讲 利好有限 但是对什么利好呢 就是对消费利好 为什么对消费利好呢 特别是存量房 因为你每个月少还贷款了嘛 对吧 那么有统计说 一年下来这个 如果一百万来算的话 那大概能节约五千块钱的这个贷款支出 那这五千块钱就不就是变成了消费了吗 所以大家看到的情况就是今天消费上来了 对吧 那么首当其通的就是商业联手 就这些老的嘛 那么中央商场啊 人人乐啊 这个这个 就是老的就中央商场啊 最最最最牛的嘛 对吧 之前的 然后这个国光联手啊 对吧 然后还有杭州捷版 杭州捷版呢 它是富含了一个另外一个概念 就是杭州养育会 对吧 杭州养育会加上那个消费 那么杭州园林也是这个杭州养育会的概念 也涨停了 这是大家第一个能够想到的 尔数能详的嘛 就是商业联手 再来啊 就是酒店餐饮 酒店餐饮 对吧 军庭啊 鲜饮室啊 这些东西 那么这个就是出行链上的 对吧 你看旅游也 那个 你少还了钱 你就可以出去玩了嘛 所以这个就是 刺激 再下来呢 就是正常的 对吧 就是我们讲的 酿酒 酿酒 食品啊 这些都是啊 都是这个食品这边呢 今天涨的都是木叶为主 西部木叶 对吧 二十厘米 然后什么熊猫 这个卢品啊 麦曲尔 这是老的嘛 对吧 也是之前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汇发 就是大家都能 就是资金有记忆力的 对吧 汇发食品这种啊 这个 早上也涨停 我们涨停 现在是被涨 那 在现在这个情况下 那其实消费今天当然是名牌 就是大家都知道利好消费 但消费 如果说 接下来整个市场没有什么太好的 这个 成交量的预期 那么今天上涨的板块 有可能都是一日用 有可能都是一日用 也就是持续性很难保证 实际很难保证 然后这个 短期里面 这个就金融里面保险走的最好 保险走的最好主要是什么呢 平安 包括中国平安 对吧 大家都看到中国平安 发公告说 自己家的股票 被严重低估了 然后整个中国平安的这个业绩啊 什么都还行 都还行 那么这个是 可能接下来保险 我觉得 如果保险跟银行 我肯定选保险 对吧 然后券商为什么 券商今天是冲高回落 我也跟大家讲了 对吧 我说券商股的反弹 都是减长的机会 因为券商有个最大的问题 有短期上涨的逻辑没有了 他短期上涨的逻辑有两个 第一个其实就是当时的降硬化税 对吧 就是整个的就是降硬化税 第二个上涨的逻辑就是活跃资本市场 那现在大家看到两个预期都没有 第一个硬化税已经降完了 对吧 利好出完了 那么他就这一天已经兑现掉了 其实对吧 所以指数也破位了 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关于活跃资本市场的情况 那活跃资本市场的情况实际上 券商板块还是要跟成交量有密切关系的 如果现在事先成交量回不到万一之上 那么对证券的这个逻辑 就所谓的活跃 你就不活跃嘛 那你也谈不上有更好的这种预期 至于有很多人讲的券商是现在属在历史 估值的很低的氛围 那券商其实不是因为他的估值优势 以前我们经常讲的是券商板块是牛市的什么 骑手之类的 对吧 更多的是讲的他的那种弹性效应 就是他能够引领一个市场 甚至于市场涨的时候 他能够是作为一个比较好的 做多情绪的一个标杆 而并不是以纯粹的这个 就是他的估值高跟低 另外呢 券商这块还有很大的问题 也就是说如果IPO节奏放缓的话 大家都知道很多券商就有承销的费用 对吧 就是新股承销的费用 那如果说这个IPO这个节奏如果放缓来 对券商特别是一些头部券商其实也是不好的 为什么他在这块投行的这个业务这块的这个业绩 他会受损 对吧 另外一块呢 其实就是融资轮串这块 其实也落地了 就是关于这个融资的这个就是保证金 就是下降了对吧 本来是一嘛 现在是零点八 那么这个其实也落地了 所以所有的东西等你 你能看得到的东西都落地了 那么现在券商是没有新的催化 唯一未来有新的催化就是一定是成交来 你券商你知道 但市场成交来上去了 市场很活跃 那券商的业绩就好 对吧 券商的财报如果好的话 那他还能涨一波 所以后面券商完全是要看天赤班 就不是说这个能有更大的期待了 那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了 这波券商的上涨 跟2014年是不能同日而遇的 因为2014年那个时候是牛市 现在根本就不是牛市 所以你谈不上什么券商 所谓的牛市起手 对吧 这个地方上来券商这波行情 更多的是活跃市场 就暖场 结果肠子没暖起来 被砸下去了 所以券商也是 这个反弹要减仓 然后这个地产肯定也是一样 房地产我觉得本身也走得很差 对吧 你看房地产 这跟昨天这个阴线今天也是受不了 而且今天的这个昨天晚上的利好要 其实还行的 但真正大家觉得好像 房地产释放出来的资金反而利好了 这个消费 对吧 那么地产板块其实反弹也是减仓 也都是减仓 好吧 那些龙头票 比如说像中敌之类的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 就是最好是有反弹就减仓 就是你有的就减仓 没有的呢也不要去参与啊 没啥意思 所以短期来讲 我觉得我倒不太看好地产跟这个券商 什么时候真正市场底出来了以后 那有可能券商还会有反扑 对吧 地产我就觉得算了吧 那么这是一个问题 然后今天比如说煤炭有色这些东西涨 对吧 那这个家居是跟产业链上有关系的 就本身是跟这个 再加上我那家居的五连板嘛 所以带动 那这个是属于消费 那包括汽车也是消费 就是今天消费这条线是走的比较好的 然后那个 就是有色这些东西 对吧 今天也是上涨了 有色煤炭 那主要是来自于今天上午初的那个8月份的这个财新 这个就是制造业的这个指数 对吧 那么财新这个这个制造业的这个PMR的这个指数呢 重回龙固线之上 所谓的龙固线就50分位了 它是51 那么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经济复苏的这个就是征兆 对吧 或者说是经济有所回暖 那么经济有所回暖大家都知道了 那肯定是利好一大宗嘛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煤炭啊 这个有色啊 今天对吧 有色啊 这些什么云旅啊 神火啊 这类的东西 那出现了这个比较好的这个回升 或者说是反弹 那包括煤炭也是一样 对吧 这个呢 实际上就是利好商品 相对利好于这个商品 那么这块呢 反正大家以后就你能知道 就是比如说市场 这个经济低迷的时候 它一定是大宗商品也是需求减缓的 对吧 如果经济这个非常繁荣的时候 那这个最典型的是 2005年那个牛市 当时有色金是狂涨 对吧 2005年到2007年嘛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什么 经济繁荣啊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 所以整个对大宗的需求 非常的这个大 然后呢 就是大宗商品不断的涨价 当时都是大宗商品 就什么云南同业之类 都是十倍的大涨 老股民都知道 可能新股民就没有经历 我那个时候也是刚刚经历第一轮的牛市 可是在我的印象当中 就我所经历的第一轮牛市 那么当时所以涨的都是什么 这个地产啊 银行啊 对吧 有色啊 就是资源啊 这类的东西啊 所以俗称什么五朵金花之类的 那现在来讲 这些东西就也像你们能看到的 今天这个板块 第一个它消耗资金 第二个呢 就是持续性很难有保证 包括经济是不是一定 这个就是从这个位置说 就是开始逐步逐步的恢复了 对吧 它当中没有任何波折 我倒觉得不一定 那么今天唯一好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看到人民汇率这块 这个就是有所反弹了 对吧 那么呃 我也咨询了一下这个 就是呃 就是原先的一些 这个就是做海外的那块 做做外汇的东西啊 他们给我的反馈呢 是说这个 就是美元指数 在这个位置上应该是 差不多见顶了 也就实际上就加息进入到末端了嘛 对吧 接下来美元指数应该会有回落 那么如果美元指数有回落的话 相应的话 也就是人民币会反弹升值嘛 所以它正好是一个 负相关的关系 对吧 所以这也是可能 最近汇率市场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情况 那么下周一回来的时候呢 我们要重点看的 就是大家重点要看的是什么呢 主要就是看 嗯 北相资金的态度 对吧 如果北相持续的流出 加上整个市场本来成交量不足的话 虽然人家说那北相就几百亿 对吧 每天搞了几百亿就能影响我们 几十万亿的这个这个市场 对 它就是一个风向标嘛 对吧 就是如果有一个势力不断的在做空做空 或者说不能说做空嘛 他就不断 他就认为不看好你们 那么你要知道 国内很多的基金经理 他实际上所学的东西 他过去所接受的东西 也是这一类的东西 这种东西 对吧 就是我们讲的更多的是 跟着这个西方的这个 就是经济学来学的 那么如果没有买盘 就是他们可以不卖 但如果没有买盘 那只要有卖盘 市场就往下走 再加上一旦情绪本身又不好 成交量又够够 那就只有一条路往下走 直接去做吃场地了 对吧 所以这个呢 我觉得就是我们要做好准备 就是所谓的 这个一颗红心两手准备 好吧 然后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解答一下问题 再说其他的东西 就问这个叫 中 中传 特器对吧 中传特器 中传特器呢 就是一个 也是一个半导体的 这个算是材料股吧 或者是气体也算是特种材料 对吧 那么就是从底部刚刚起来 那么这种票呢 就是跟着半导体 跟着客装版的 对吧 那如果做作为这个中线票的话 那就没啥问题 作为中线票本身也没有什么问题 也就是说 现在就是个 就是底部区 对吧 那么你做中线票的话 你就得要有点耐心 有点耐心 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就是 力高市平 对吧 力高市平也是一样的 对吧 就是一个底部区 就底部区 那么力高的这个业绩也出来了 对吧 中报的业绩出来了 净利润这个同比的还可以吧 50%以上 对吧 那对应它的这个PE 也就是说 它的PE也就是50 对吧 那么一般来讲 我跟大家说 白马股吧 像这种就是白马股 行业龙头嘛 对吧 也就是所谓行业龙头的这个票 就是主要是做这个烘焙原料的 对吧 这个烘焙的这个材料的 原材料的 那力高又称为中国烘焙这个就是材料的烘焙食品吧 应该算是烘焙食品的这个低谷 对吧 那么正常来讲 我就说正常 我们不说这个偏离子 什么叫正常 正常就是如果你的净利润增速能保持在50以上 那按照我们A股能给的能给的什么呢 就能给的这个叫说估值 应该在70到80倍 至少是这个范围 这个这是至少 对吧 那现在显然它是低估的 那有人说低估的票就一定能涨吗 以前是 现在不一定 但它一定会涨 什么意思呢 就是现在时间上不确定 但是就是我们讲的叫做 它有可能会迟到 但它一定会到 就以前不会迟到 以前就只要你出现这个情况 你买进去就能涨 很快就能涨 可能一两个月就能让你立竿见影 对吧 但现在因为什么 市场去缺少成交量 然后呢 各种制度又在建设当中 对吧 或者说包括这个 这个大股东解经啊 等等这些事情都在慢慢的理 它需要时间 另外一块是什么呢 消费还没有完全的复苏 整个的消费线 现在也不是市场的主线 它就会迟到 就往后推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就是我们说的数据 它不会骗人 除非利高 年报出来 三级报出来 严重亏损 那另当别论 我们就以这个速度来讲 就以这个速度来讲 利高将重回 重回它当年的这个高点 你们知道 就当年的高点就在这里吧 对吧 就这个高点 就在这个高点 是基本上铁定了 就它的这个 就是按照目前的这个业绩对估值 那就要回到一百多块钱 对吧 又回到一百 也有底部起来 差不多翻倍不到 那这是可以确定的 所以就看你自己了 如果你问的是中长线 那我觉得你要盯的 就是你要去盯的方向 我已经告诉你 你要盯什么 其实就盯业绩 对吧 如果公司本身业绩没问题 那回去是迟早的 对吧 就有点像 以前错杀的东西 很快就回去 现在错杀的不一定 就有点像错杀的品种 它有可能回去会迟到 就时间上它会往后移 但它一定是 错杀的就是错杀的 对吧 所以就是 我就跟大家这个解释一下 然后呢 华红公司 对吧 华红公司又跌回了这个 发行价 这个里面了 对吧 那么一度也涨了几天了 那么这种其实就是 很明显的可以套利 那这轮半导体 其实大家要看一个 标杆的 就是华红公司 如果华红公司也是一样 如果华红公司把这个缺口补掉了 它这个是启动缺口 对吧 就把这个缺口补掉了 那说明就不强了 整个半导体板块就不强了 反之如果华红公司缺口留着 周一反包上去 那你就知道半导体行情延续 听明白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在 因为它又是个痴心骨嘛 所以它不存在捷径的问题 它也没有说筹码的这个高度 套牢筹码的压力 那它就应该能够 就是一个板块 如果比如说半导体板块 要涨的话 它是一定不能缺席的 它不会缺席的呀 因为它筹码干净 没有捷径压力 对吧 那它怎么可能不涨呢 再加上业绩也没什么 就是从半年报来讲 业绩也没什么大的瑕疵 对吧 或者说也没说 哎呦我严重亏损等等 所以这就是我们观察的盘野 所以这种是大票 对吧 大票的盘野 那大家就是知道 怎么去应对就行了 所以也是为什么我说 就是要不半导体不涨 半导体涨 滑红是不可能缺席的 那之前就是很多时候 你买了以后 对吧 有人着急忙慌买了套了 对吧 有的是一个可能 本来想跑进去捞一票的 结果没捞到 这个跌下去了 就很慌 对吧 所以你每次 就是为什么让大家 我的课多听几遍呢 就是因为我 我帮你们选票的时候 我已经把逻辑说了 对吧 就是这就是为什么 如果你不听逻辑 只听一个代码 你跌了你当然慌得了 你就是你想 你在别人那里也好 在我这里也好 你得到了一个代码 仅仅是代码而已 结果你会发生两件事情 哪两件事情 第一个 涨了 你问什么时候跑 跌了 你问怎么办 要不要补偿 你永远就这两件事情 也就什么呢 你买了个股票 像买了个定时炸弹一样 涨也不好 跌也不好 永远是问题 对吧 涨了涨的你心慌 跌了呢 跌的你心慌 对吧 所以你要知道 这里面的逻辑是什么 就是你去选它 是什么逻辑 怎么来观察 怎么来判断 那你就不会慌了呀 对吧 因为我在这里 我们是不做个股解答 对吧 免得有什么推票嫌疑 这类事情 我也不愿意去做 对吧 那 我在另外一个平台上 有人可以提问嘛 对吧 人家就问了呀 问了我的答案 就拿着呀 对吧 我包你再能回到 发行家上之上呀 因为这个不是 这个 就是我当时选的时候 其实就有答案了 因为它的答案就是 只要半导地板块涨 它就不会缺席 对吧 如果说一个板块涨 它永远是排在最后的 或者是不受待见的 那你选了干嘛 就不用选了呀 对吧 虽然它不是最好的弹性 但它是作为一个风向标 就是一个风向标的公司 好吧 那么我们回来讲这个 今天汽车这些东西涨 一个是消费 还有一个就是特斯拉的情况 我就不多讲 然后那个 昨天工业大麻的情况 对吧 大家也看到了 工业大麻的票 对吧 这个今天都很 表现的一般般 对吧 什么顺耗啊 大理药业啊 对吧 这些这个龙筋啊 之类的 我昨天也说了 这个因为这种东西 持续性很差的 你不要有什么太大的期望值 不要有太大的期望值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板块的这个30涨幅榜 我说的是昨天啊 昨天30涨幅榜排名第一的就是半导体 就是半导体 半导体是昨天排名第一的 那既然半导体排名第一嘛 对吧 半导体指数也看了 你看半导体指数有个特征 什么特征啊 给大家看一下 这四天的特征是什么 叫做高点不断抬高 低点不断抬高 是这个道理吧 这是第一根 我们叫做启动 启动K线 然后这里是跳空 对吧 这里是低点 高点 低点 高点 低点 高点 看到没有 这种K线是最好的 就是这种走势最好的 因为它不断是有高点 低点是抬高的 高点抬高 那就代表它的重心是向上 对吧 那么很简单了 第一个调整如果是缩量 没问题 第二个就是周一的时候 如果继续能够向上 就是再能够向上 把不管是反包还是说 把这个阴线的实地部分吃掉 那都代表着什么 半导体板块 没啥问题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半导体板块这个成交量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底部的 这个最快的成交量 是不是达到了这个地方了 对吧 那这叫底量 超顶量 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 因为半导体板块 它的位置足够低 位置足够低 一个板块如果起来 它的位置高 它的空间就不好 如果它的位置足够低 那么也就是说 第一目标 就是奔着这个地方去了 因为它当时 这个平台跌穿的 所以只有到了这个平台 它才会有压力 所以它的第一目标 要奔着这里 所以你现在看 是不是还有空间 半导体 对吧 那如果半导体有空间 就意味着 科创板指数 也应该还能顺势上 那我们再看 放到技术上来看 60分钟 60分钟最简单 比如说60分 涨到头了 它要调整或者时差 然后再上来打上去 对吧 如果60分钟上出现了顶背离 那这个地方有可能 短期有可能要注顶了 那科创板也是一样的 科创板也是一样的 现在没有这种迹象 还找了 还没到这个迹象了 对吧 你再放小一点 30分钟 你看 30分钟上的时差 那也就是说 再次金差 往上走 指标不创新高 指数创新高了 那才有可能形成什么 叫做量价倍率 现在都没有这些 所以第一次的调整 就当它第一次的上涨 第一次的回调 往往都是买点 那既然科创板是买点 那是不是半导体也是买点 我为什么这次是选的半导体 没有选这个软件 或者说数字经济 因为我觉得位置最好 因为半导体的位置足够低 那我们来看一下软件 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比如说 软件对吧 软件为什么在今年年 出场了那么大一波呢 因为当时软件跌得最惨 所以你看 当时软件跌得最惨 这是2022年的 就是当时 就是上海风控的时候 对吧 然后见底了 就是软件板块先见底了 然后它的重心不断上移 出了这个主声了 对吧 你看这一波波很明显的 比如说这里是第一浪 这是回调 然后这里是主声 对吧 就这样的 那现在你们看所有的板块里面 是不是半导体板块 最有像当时软件板块的气质 因为位置足够低 是不是位置足够低 如果位置足够低 后面有事件驱动 或者说至少有行业的这种反转 什么事件驱动 短期的事件驱动就是什么呢 一个是在船 我们要成立这个光客机公司 对吧 第二个在 大家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 这次华为的这个新的手机 对吧 这个 Mate 60 Pro 这个 用的是全国产的 对吧 除了芯片是 还是自研的 对吧 70900S 再加上这个代工是中心国际 因为有人已经把这个 这个手机给 这个拆解下来了 对吧 那就意味着 本身 消费电子这块的芯片 是有了重大的突破 有了重大的突破 然后 到时候只要看一下 华为新手机的出货量 整个华为 今年的这种 电子产品的 这个 就是三季度的出货量 或者说是 这个销售吧 对吧 再加上苹果 接下来 9月中心也要发布新品 对吧 除了iPhone15以外 还有这个 类似什么 3D打印的这种 手表之类的 对吧 如果整体都销售很好 对吧 我们也不是说 希望苹果不好 对吧 是不是 毕竟是世界巨头嘛 就是这种电子产品 那么如果在两大 毫无疑问嘛 首先说华为肯定是 今年的这个 因为从中报出来了 已经很清晰了 对吧 业绩非常好 那么 而华为的这个 手机的这个市占率 在今年的这个 这个三季度以后 肯定会有所抬升的 那么再加上苹果 如果新品也受市场欢迎的话 那整个消费电子端 就有关提前复苏 那消费电子端提前复苏 就意味着半导体板块 就半导体行业 对吧 也就是从低谷爬上来了 那如果半导体板块 从低谷爬上来了 那这个是我讲的是 不是什么 这个就是别人制裁你 不制裁你 因为它是 这个需求回暖了 那需求回暖 对全球的半导体板块 整个全球的半导体行业 都是重大的利好 对吧 再加上后面 比如说存储啊 这些对吧 算力啊 这些芯片 是有些这个对于能工智能 黑压 未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升级换代 所这个产生的需求 那么半导体板块 很有可能在今年的后面 就是三四季度 有望是吗 总体的走势要比 这个上半年的A 也不是说比上半年的A 也就是说比现在的这个 就是人工智能 可能要走得更好 所以这是位置决定的 就你跌的有多惨 你才有机会回去 对吧 你才有机会回去 那这么说吧 也就是说 大家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最大的回撤 就是腰斩嘛 对吧 是不是腰斩 就是最大的回撤 就是腰斩 就是半导体指数啊 这是 那你现在大家来看一下 它最低的位置 跌到这里的最低位置 是跟腰斩 离得很近的 对吧 是不是离得很近 百分之四十几 那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当时的软件 对吧 就软件也是一样的 软件从这个位置跌 跌下来这一步 也是腰斩 对吧 也是腰斩 然后出现了这一波的拉伸 再跌回去 然后再起来 那我们再来看现在的半导体 对吧 现在半导体 也是一样的 这里下来 价跌到这里 它这里出现了一波拉伸 现在又跌回去 只是说时间跨度更长一点 这个跟行业周期有点关系 那现在我们可以期待它 五彩网上 因为位置绝对低 所以这个位置 肯定是风险小 机会大 对吧 你不要看它现在长了几根K线了 依然是风险小 机会大 这也是为什么我跟大家说 去看半导体的原因 那么半导体如果能涨 肯定毫无疑问 科创版就能涨 对吧 没错吧 科创版如果能涨 为什么说科创版 我觉得能涨 就反过来 再倒推 如果科创版我们倒推说 它能涨 9月份能涨 那我们再倒推什么 半导体版快能涨 那我们来看一下月线 对吧 今天是9月的第一天嘛 在过去的五个月里面 科创版指数收了五根阴线 这是一根长腿阴线 长脚的阴线 对吧 长脚的阴线 关键是它收回这根趋势线了 所以正常来讲 它已经五根阴线了 如果从费布拉奇数列里面来讲 你调整了五个单位了嘛 对吧 那正常来讲 后面应该两个单位是涨的 哪两个单位 就是我的金酒银线嘛 所以是不是科创版 9月份 10月份收阳线的概率极大 如果科创版收阳线的概率极大呢 那就反推 这个 就是 这个叫什么 半导体版快 对吧 是能涨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因为昨天收月线嘛 我是年课我是说了 对吧 我们月课没做 就年课你们已经看到我的观点 什么意思呢 就一般来讲 比如说这种破位的 对吧 一阴川三阳 三根均线的 就类似这种带下影线的 一般都要考验下影线 这也是为什么 我说9月份还有一个市场底要去探 就你后面即使收上去了 你也得探一个市场底 只是说这个市场底 是怎么探的问题 对吧 是在这个 9月中旬 这个中下旬前就探明了 还是说要等到9月下旬 对吧 就这个这个节奏 都是一样的 就这种大阴线杀下来 破位了 你都要面临着这个 对吧 甚至于都不排除 再创新低的这个 K线出来 然后再能反击 10月后再能反击 这个是生存值 也是一样的 对吧 他留有这种短的下影线 一般都得考验 创业版也是一样 都是这样的 就这根下影线的位置 肯定要是去测试的 到底是不是对低点 好吧 所以从结构上来讲 只有越线上 从结构的角度上来讲 只有科创版 是有真正 就是最早有可能见底 起来的 因为为什么 它的影线足够长 就不一定会打到影线 就可能 就再探一下 是有可能的 再探一下 就起来 就起来 好吧 那么今天这个周末的 我要讲的这个内容就这么多 所以大家都知道 应该去买什么了 其实如果说今天下午 要买什么东西 你就很清楚了 对吧 调整的时候 你应该去买什么 六八打头的 科创版的是重点 那像上次 我们已经讲过了 科创版里面 有168只破发股 然后呢 你去找 比如说你 你不是说纯粹 我说我非要去这个 做个强势票的 对吧 那么很简单 大概40几只股票 你可以用童话顺的 这个问财去搜一下 就是什么呢 破发 就是股价破发 然后呢 业绩 不亏损的票 就中报都出了嘛 业绩不亏损 股价破发的 那么你看一下 底部有的已经开始放成交量了 那这种票 你就可以潜伏一下 为什么呢 至少能潜伏到 这个发行价呀 对吧 上节课我们不是讲了 那个 给大家举了个例子吗 对吧 就举了个例子 三胜国件嘛 破发的 对吧 然后呢 这个股价是破发的 业绩是大增的 那这个就没啥问题 如果你放大看 它是不是在底部 还是在底部嘛 只是这个慢慢 这个 你看月仙就很明显 对吧 其实还是相对底部 还是破发的 当然再说一下 各股仅供举例参考 不作为这个买卖的依据 因为还有比它更好的 你们自己去找 肯定有比它更好的呀 对吧 四十几只股票来 我都能选出四十几只股票 那你在这四十几只股票里面 周末花点时间去翻一翻嘛 对吧 最好是什么 跟科技相关的 那它的弹性就会更高 好吧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感谢观看